大家好,現在是1點54分,歡迎收看Gadget Life第100集 因為其實Tefed本身是2點鐘才正式開到雙彈 看到有些觀眾已經在等,不想等那麼久 開著台和大家吹著水 今次就有我Norman,以及在大盒後面的Martin Hello Hello 因為今次PlayStation5,其實已經騎頭了 今次就開了PlayStation5 和這個Xbox Series X Series X 對 其實這個我們不用等2點,會不會先開這個 不用,等一次吧 我們一次過都比較好 一次過都比較好 因為正式開箱就2點,不過台又早了一點點開 不想大家供著等 我先分享一下你的情況 大家有沒有聽到有關這兩個新機可以說一說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暫時想知道的東西都可以在我們的直播下面留言 好 好 相信最多 因為我們今次都拿了兩部舊機出來 大家可以開完口的時候順便比拼一下Size 其中一個問題大家會問 比較大的爭議就是投水機到底值不值得買 或者你們有沒有想著這麼快一定要充 因為這個我們剛才也有自己談過 有幾個出發點 其一如果你是一個本身窮遊的玩家 你家其實正在用一部普通的電視 那你有沒有必要是特地追畫質呢 或者是可能說 如果那部機器真的踩到上天 但你發覺我根本就沒有幾碗玩 你是不是會特地衝呢 其實個人建議 出機之前大家三思在這些角度出發 我不是你,你不是我 那每個家境的情況不同 可能真的有些人適合的情況下 那你就再想 那這個我覺得是大家不要急著沖手拍的原因 你可以沖手拍的 但是你自己想一下你適不適合選擇才想 就是問我 其實我想買首批的 即首波 那一下擁有那個感覺 哇,來了 下一個階段的遊戲機來了 很想快點擁有 那但是再想回 想深一層 都要看看有什麼遊戲的 title 即值得我去 在這個第一波 賣街的時候就馬上賣 那當然這些 這些說話其實我講出來都是廢話 因為我第一波是賣不到的 不是,因為我又很客觀這樣說的 這個我未必 即是有個位置想試 他特意有提到 Xbox他用的AMD 雖然大家兩個都是用AMD chips 但他有個強調就會說 他可能說 其實Microsoft那邊給AMD的支援 即是AMD對Microsoft的支援比較多 所以他的raychasing方面 聲稱會做得更好 效果會更好 但因為我們還未實際開箱 尾頻還未知道 很好 我們可以留待之後 我們再詳細做 因為我們現在等下2點開箱 還有多久 做幾分鐘 YouTube那邊的特者已經在說 PS5C Xbox不用開了 我們都很循例 開了一段 難得同一天收到 其實也是難得的 真的有兩大 真的只有兩大 雖然兩部機 即是同台都在 我們應該是開三個 開三個 還有第三個 我覺得同時 騎透了我 對 其實我們下面的題目 可能是騎透了 對 對 還未拆箱的外盒 加上外盒 大家都可以猜一下 到底是多大的 我們先舉一下 這個是Xbox 這個尺寸是這樣的 這個是油包的外盒 油包的外盒 其實內盒 我估計差不多 但還未拆的 EFI 純粹是禮物紙 這樣包 還有一分鐘 對 兩個字 上面有些 基本上有一個尺寸的 對 我估計大家其實 一會兒都實際想看 開PSY 先插去吧 這麼漂亮 人家包得 是不是不插它 可以插出來 不可以插出來 我想說 插出來 先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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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這張紙 沒有這張紙 好 我們就開了 嗯 已經插了 我的錶就夠了兩年了 大家需要什麼對錶 我們都看到比較重的 有分量 太有分量 這個真是深入 我們搬開這個 對 你拆兩邊 把他推出來 好 開來 見我 那夠鐘 拆兩邊 開來 對,反彈 好,我先在這邊剪 好,剪掉它 這樣就剪掉 NZ也很漂亮 如果買機就有 但我相信買機 這真的很好 還要加次一加 還要加次一加 好,成功 1,2,我停 我停 我停止你的音樂 好,我們就開這個Pay Season 5 機 轉機已經完成了 可以幫忙進去 給大家看看 好,我是全市中的Pay Season 5 終於出來了 可能是否有點反光 你不要舉這個 好 我整個包裝盒 整個都這麼大 包裝也沒有壓 大家是這麼大 沒錯 重量那方面 就真的 有點重 大概是10磅左右 右上角那幾個 右上角那裡 有寫的 它真的說明 除了4K 82Hz外 還有8K 有XDR XDR已經基本 最重要 寫道明有8K 有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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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開箱的時間 終於到了 開箱就要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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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就要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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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開箱 好,打開箱 這個箱就要上去 是否用不著 還是我們逐個 開箱就要上去 開箱就要上去 有4層白箱 這一個白箱就要上去 一些基本配件 看一看 看一看 這樣 會出現 這一個 是我們全新的手勢 Diosense 對 這個其實 有點厲害 不過我之後再介紹 因為 都開了些東西 給大家看 更重要 電源線 很基本的 大家會關心 HDMI線 2.1 應該是 立即一提 這次 就有一條HDMI 2.1線 不知道 這條還不知道 因為它沒有特別記錄 很簡潔的 簡潔得不得了 是 沒有理會出不到 4K120 應該出到4K120 這個官方跟著的 應該可以 有一個規格 還有一塊 這一塊 就是一塊 有一個 底座 底座 底座的房間 也是似是 猜吧 這個就是底座的 本體 因為底座 為什麼這裡會弄 是因為它 蓋著 讓這部機 除了打直放 還可以打橫放 好 這個就是配件 配件有4塊 我們先收回這個頂 好 跟著 就萬眾期待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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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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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洞都幾大幾密的 大家想看部機有多大我們可以轉KM1 你可以直接對比 米奇麻煩幫手轉一轉KM1 那部機大約有多大呢 讓我舉一舉 麻煩幫手舉一舉的PS4 Pro 大家可以看到 你好像賣iPhone那樣 賣iPhone那樣,炒洞 遲些大家在網門後看到他 3800,有沒有人要 要啊 要啊 我都大很多下 由大小就去到這裡 或者我Jungo PS4 Pro 可以轉KM2 大家最期待的主機尺寸比較 高度 因為真的太大部了 極大部 而且厚都是厚的 都幾厚下的 厚一點的 但是我會覺得現在 未裝底座的效果 即未裝底座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部機器 可以穩定過PS4 Pro 就是PS4 Pro是一個 所謂 樓梯形 這個梯形 但是你動起來了 那個接觸面好像沒有那麼穩定 整個整個 其實PS4原廠都是一個底座的 這個底座如何安裝呢 那有沒有小型消息給我 好 小型消息給我 這個 因為我們很怕這些高科技裝錯 對 他說PS5有兩種擺放 第一隻就是正常的直面擺放 把主機勾進去 我們試一次 勾進去 勾進去 直接放進去 那後面是怎樣的 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剛才的底座 是不是有勾的 勾後面呢 就可以負責托住它的機背 可能會不會 家裡有些小動物 或者有些狀益的時候 它都可以最少咬緊一點 還有那個底座的表面 其實有兩塊放箭的 都可以 防止它 這麼慢慢走位 這個位置 就是勾匯這樣勾緊的 我們可以少少橫貨 那橫貨呢 剛剛有說明書 比較複雜一點 Martin可以幫我扭一扭 這個底座 這個底座是可以轉動的 轉這個 轉這個 對 橫轉了 卡住了這個之後 我可能 斜斜的 斜斜的 對的 在我這部主機那裡 可能我帶過來 會不會更好 在主機的後面呢 這個位置就有一排 有一排 有一排 有一排的操作片 都很高的 這一排就是一堆操作片 都很高的 那又要大家 已經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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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把勾 扣住最 頭那個地方 和最尾那個地方 是 真的有對位 我們就快去扣一次給大家看 真的有對位 有對位 除了用來裝飾之外 其實這兩個都是用來對位 就是最頭那個 套上尾那個 有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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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操作 不用擔心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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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完之後 就這樣 這邊是背面 正面我們可以繞過去 但是我們不想 螺絲 操作 操作 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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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PS4 普一半 值得一提 其實打直擺的時候 機底 我現在是移住 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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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工作比較複雜 在機底這個位置 有一個定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定的 應該可以看到 一定可以移動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有讀者也說了 要上螺絲 事關於機底 有讀者說 你還未上螺絲 因為在底座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條 它遮住 它扭的環 看不到 我們要拆出來 隱藏式機關 一顆螺絲 這個拆我也不太安心 這個底座 我只要把它轉成正面 好像很習慣 所以玩測效版 那些 好 正面的時候 這裡有一顆螺絲 這顆螺絲 就是拆了出來 不懂拆了 拆了不拆 我們這次不拆了 拆了出來之後 就把剛才那顆的拆出來 把螺絲裝在底盤 就可以鎖死 就像剛才那顆 我們拍照 又要拍打橫 又要拍打直 我們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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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直裝的時候 我記得是另一個人這邊 拆了一顆螺絲 拆了一顆定 把它鎖實 這樣可以把螺絲 鎖實在底座上 那就不用擔心 剛才說的問題 會不會被人撞倒呢 沒錯 因為其實你沒有鎖實 都有機會 真的 萬一 會撞到 有機會在底座分離 跌落地 或者跌落地 或者跌落地 即是鎖實了 那個表面 強烈撞擊的情況下 依然會有被撞 所以這顆螺絲是必想的 家裡有貓的朋友 有同事說 家裡有貓的朋友 當然是橫放 整個表面 可以被他躺在上面 但我們還未知道 像貓仔在那裡睡覺 長期變成貓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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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直裝回我們的機 直裝回我們的主角仔 好 剛才已經扣過一次 但是這個 我們繼續給大家看 鎖球 扭螺絲 兩個set 很簡單 爽扭螺絲 因為後面的Post 分別會有兩個USB 3.0 一個RJ45 HDMI HDMI 還有電線線 兩部機 Xbox和VS5 VS5 今次都轉成八字頭 在主機的正面 正面 正面 還會有 一個 兩粒 對 兩粒 實際 有同事很心急 Youtube那邊 爽機 穿機 我們這次簽了一些東西 我們不能穿機 對 我們有些 我們什麼時候穿機 對 有些東西要遵守 我們穿得機是 應該是快的 六號 或者 快的 即不玩可以穿機給大家看 我們自己會穿 當然 大家擔不擔心我們沒有遊戲玩 其實我們都已經收到 部份的遊戲 可以在兩部主機玩 不用擔心 對 對 因為這次真的純粹是開箱 最後就是這次刁send手法 剛才都沒有說過 對 要說一下 這個制度 這個制度 就是剛剛七個做人的時候 大家想 是不是復仇者那件隊伏呢 因為那時候為什麼要復仇者 對 刁send手法 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它有什麼升級位 其實都可以說一次 其一 跟PS4 Dillsort 4 做不同的地方 它的震動功能 就升級了 變成震動回饋功能 跟平時大家 認知的手法不一樣 大家玩開這麼久的遊戲 都知道這些手法是 不一樣的 可能是分一種震動 和弱度 但是 Dillsnt 它的不同地方 就是它有PDF 有層次地震的,你最少可能說,舉個例子 你可能播著那條Trade 講,我應該可能 播完Trade 講,有層次,因為一開始就有 就是震動有深淺 這隻就是它內置的一隻遊戲,叫Astros Playroom 我之前也有說過 這些遊戲是在PS5會有的遊戲 內置,那一項遊戲就會馬上玩到 它主要其實就是用來示範這個手掣的功能 開球它其實已經告訴你了,我們試一下Dualsense有什麼不同呢 它在開球的震動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你會有層次地震的,就像畫面一樣呈現給你看 因為在這部分直播,這個就是Active Tracker 就說它的L2和R2會根據不同的力度上緊 可能遊戲的情景,Touchpad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特別大升級 暫時不覺得有 因為它這部分展示得太快了 就是它給我那一段影片 第四就是加入了這個Motion Sensor 就是說這個手掣會根據你擺動的方向 會有不同的操作 因為其實PS4本身沒有的 是啊,沒有的 可能變成有些遊戲的時候 如果你說可能賽車遊戲 會不會可能當作領太盤 因為剛才那一段影片 日本人那一段影片 就是用來保護建築的方向 是啊,這就是升級的位置 而這款內置的遊戲 我們這次官方指引就是我們可以介紹的第一關 也可以播放給大家看 基本上第一關都是試一下它的手掣 但是剛才走到P字那裏是有金屬的觸感的 是的 我們這些我們還沒試過 試過了 說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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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關主要給你試 例如我一會兒衝進隧道那裏 衝進隧道的時候 你感覺到手掣 其實會有些聲音 可能已經有些BB聲 在手掣的喇叭上流出來 即是給多一些聲效的感 因為這遊戲的很特別的操作是怎樣呢 是將所有以你為中心的聲音 傳到手掣那裏 然後你的電視就將會播放其他的環境 可能是有沒有人衝過來 即是你自己的聲音就是來自你的手掣 令你的投入感就十分之不同 但是因為那天我們還試了兩款遊戲 但是那兩款遊戲不是Sony本身自己開發的 都沒有做得那麼足 所以有些少擔心 到底之後的遊戲會用完它的功能 這些都是要靠廠去的 即是再製作 但是你多了這個 即是在手掣的咪 可以給到一些聲音的feedback 其實浸層感應該就會加強 因為它務求是令到 你拿著手掣的時候 如同待日在遊戲裡面 他想做那個感覺 是 嗯 它給到它的效果就是 你能夠感覺到 例如你現在在沙地那裏 和一會兒走到一些金屬地 其實它給到一個震盪 或者一些手掣來的時候 你都感覺到是真的有不同的 即是未去到之前你玩一些大遊戲的時候 它都在亂按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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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知道那時候玩 Call of Duty 如果有些爆炸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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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就是用它的Motion Sensor 即是你會將你的手掣打橫領 它才可以使用清華機械人 除此之外它也有做一些 可能剛才說過的強化質感 可能是你現在 可能你的畫面是柱的 它撞到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個小小的 給它彈回它的手掣 那就是它這隻機械 有特地做了 即是撞玻璃又會 可能撞柱又會 它有一個Active Tracker 那它怎樣做展示呢 就是當你的機械人 拉得越大力的情況之下 你的R2就會變得越來越大力 但是因為現在我們很多 因為這個手掣最厲害的 這個反規的效果 挺好的 即是你不要只維持 我只按死按鈕 即是可以有些大力的感覺 還有這個話 就是它穿過這個冰洞的時候 其實它會有些聲音 在你的手掣那裡出的 符符聲在你的手掣那裡出的 但是這些符符聲 在電視上就不會有的 是 那就是它做了這個演示 這隻遊戲大致騷的手掣功能 就到了這裡 我們都可以停下去了 因為遊戲試玩的方面 我們這次官方手掣 就只可以讓我們說了這麼多 如果你想看雀機 就要留意可能 可能星期尾應該會有了 是 很快的 那我們第一次就大概說到這裡 或者有任何人有東西想問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開了 剛才先試試一下 Jack Watton 不要吵 我自己有方法試了 但是這次真的不可以穿到機 真的不好意思 我們之後就要開另一個 加電 新加電 這個是PATSPEED PATSPEED不全新的Router 沒有全身Router和加電 我剛才真的還沒開 之前我們說 空氣清新機 因為我們這一邊開 現在是這一邊開 戒了沒有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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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開箱 來 來 新開箱 新開箱 我們就開到PATSPEED的朋友 喂 連包裝盒都特別有東西看 挺有心 可能反過來就能接一部機 這是一部機箱來的 這個 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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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efully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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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對 在高度方面就有些縮水 但其實砌回家都有一定的分量 真的抽到 好,趁Marty他正負責接反轉接盒子的時候 我就預備開開箱 在後面就有一隻延遲了的Hello Infinity 原本是他做手法,但是延遲到都是印在盒面上 就不能說 我們就準備開箱 我以為是雪櫃 為什麼我們會不斷說雪櫃呢 其實因為Microsoft他們知道自己經常都在網上說 你們說我的機器像雪櫃 我就做一部雪櫃給你 他上幾天就在YouTube出了一條影片 他扮Xbox Unboxing 然後就是最後拆出來 因為可能我們都覺得這條影片鬼鬼的 就是他在哪裏拆出來 我忘記了 其實那個是只有幾個人有的 就是Slope Dog有一部 然後其中一個YouTuber有一部 有一部雪櫃是做 Giveaway的 真的真的很罕有 罕有過這部 因為他那時候在倉庫裏做了一條Unbox Xbox Series Unbox 有這樣的機器在那裡 在很大塊卡板那裡 我想是滑出來的 就是滑出來的 咦?有熱癮的 咦?有聲的 我們說這個 我們今次再開這個主機 其實我們幾天前都要出一條影片 就做一次開聲 我們今次要再開一次 再開聲 好 好 我們就開了 這次就是1TB版本 就有 好 那開盒 又見到一個很精美的主機 EK 我們有很精美的主機 Towers Your Gyms 跟盒背一樣 就拿一張 比較簡單的紙 包住那家的紙套 盒底 還有這個 是教我們裝機 對 配件方面 配件都塞在這裡 我們都拿出來 這些拿完 我們可以拿出來 配件 電源線 HDR線 2.1的電源線 加一隻新的 這個 這個好像超級 對 因為這條我們那次都要研究過一次 這個很下手 謝謝 謝謝 簡單的 快說 配件 都是八字線 HDMI 為什麼他這條我們會覺得他信得過 最重要是我拿過來 對 因為他上方 有很近的 很近的 很近的 他就刻意說 HDMI Ultra High Street 對 沒錯 就是單從外觀上 你會覺得這條可能會被Sony那條信一個 當然 很義貌取線 對 當然 人都是兩個字你就相信 不可以 我們不可以以貌取別人 以貌取線 我們不可以的 Sony的線 線 也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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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心也有寫 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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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an 但是他 Sony那條寫在線心那邊 對 對 很珍貴 這些線 留住 為什麼我們會突然跟大家說 分適應到 不論大家說保持線 最重要的是 因為現在市面上太多 自稱是 HDMI 2.1的線 但是暫時有沒有設定的關係 所以 原廠送的 原廠送的 最信得 原廠都不行 就不可能 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OK 我們回去開 我剛才說這條 八字線是什麼 是扁身的 是的 我們 PS4 PS4那條 也是原來的 不過這條 就是 磨衣面 感覺上 好像 又軟 不過 拆過了拖板 大家都分不到了 那 就拆手掣 還是拆機 拆手掣 對 這部機 我想你拆了 你也不會常常觀看 手掣 很細心 因為用兩顆3A電 送兩顆3A電 給你 就拆了 好 那手掣 那方面 就是磨砂黑的顏色 兩種主機 一會兒的顏色都頗接近 因為我沒有用過 Edit鍵 我只能用 Ponet Xbox的掣 來比較 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 它這個 轉了做一個八字方向 轉了做D-pad 就是它本身Xbox的十字鍵 就只能按上下左右 這個就可以加上按斜面 這個好像Edit那個 Edit那個 Edit那個已經有了 因為我不懂Edit 我怕說錯 我沒有記錯 也是 其二就是加入這個Share 那根據官方介紹 就可以快速 錄片 截圖 諸如此 因為我們還沒有實際試到 那其實就和對家的手掣的功能差不多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就是 它後面就是 手柄位 這個位 這個位 手握位和LT RT 是轉了做磨砂 有一個凹凸痕的 這些我們叫防滑位 就令你好差一點 二就是你可以快速 去認到 你在按這個鍵 是 可以試一試手錦 因為XBOX的位置就好 就好 就好有不對稱設計 因為不對稱設計的情況之下 大家會這樣拿 有些人拿一個不對稱 看自己有沒有興趣去連回PC 可能是獨立碼一隻 因為獨立碼一隻 其實它價錢也不貴 就389 最後會不停加 CVXZ就是黑色 如果S就會是白色 我們可以讓Martin嘗試拿手錦 給另一個 我覺得LTRT 原來交了一些點點 好像幾好拿 幾好拿 剛才我試完這個CVXZ CVXZ會覺得大了一點 這個可能我的手 就小一點點 這樣呢 你說不對稱設計其實操作的 就手程度都可以 因為現在很多遊戲都是東沽加 為什麼我們說不對稱設計會好呢 因為很多遊戲都是東沽加這邊四個 如果你是不對稱設計的情況下 你拿著就是右手是粗用方向 左手 不是 左手是粗用方向 右手就是按鍵 所以為什麼說不對稱設計 在某些位置的情況下 會很好 如果不是你可能玩FIVA 你的手會是這樣按的 是啊 會這樣按的 這樣按 未必大家會適合 這個就是個人的評語 這個輕的 這個其實都不 這個可能還未放電 這個都 還未放電心 最重要 因為電心都有重量 對 好 因為它內置電力 這個 那我就開主機 說了不久怎樣開主機 主機由這邊撕開 嘩 粗魯地撕開 原來我們先撕開主機 好 你那邊是底來的 我的底 我會這樣 你可以直接把那個 筍開它 可以嗎 整個抽出來 應該可以 好 準備 1 2 3 差一個角 差一個角 不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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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強就在這裡了 那我們就不如說回我們剛才未開的XBOX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個空氣清新 對 空氣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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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空氣清新 空氣清新 空氣清新的 但 Briscus的手機全部也變成是一個正方處的設計 對 是 擺位 上擺位相 擺位方面 應該會輕鬆 是 最重要的是它 整齊 放很 abundons 對面和對壓 Microsoftoon就有成 很困難 快點 這個就有點科幻的感覺 這部機我們這邊就是正面 不知道為什麼有個空 有個空?還是反過? 這個是反過的 我們的麥克風 反過的反過 這部機就是XBOX 這邊就是配置 這邊就是碟機 它有碟板的好處就是 其實它這次也說明了 它對下兼容是可以直接吃到 XBOX到30000人的遊戲 我們那次去試玩的時候 它有給過一些 可以直接有部份會升級到1080的 大家都知道360只有720的情況之下 它那次試了有些遊戲是升級到720的 1080 可以拿一些我家的360鏡回來試試 它用這個正方形設計 它本身上方也會有一堆散熱孔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好像有貌似綠色的位置 我們那時候以為是RGB燈 其實不是的 它純粹是一些固定在裡面 就是綠色的 有些固定在裡面 我常常叫大家給大家看 其實那些孔裡面是分了兩層的 所以你旁邊看 就變了好像是一個綠色的燈 如果正面看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看到了 正面看是孔 已經看到風扇在裡面有大大把 因為它為什麼這次要特意做這個直立式設計呢 其實我們砌開電腦我都知道 有個叫 我忘了電腦 我忘了電腦 對流 對流 它除了電腦之外 其實底部也有做這些散熱孔的 對 對 只要一提 它底部還有一個原本 這個原本就是托起它增加散熱空間 也可以讓大家擺的時候擺得好一點 對 這個也有很多牌子 就是Xbox和Hello from Seattle 其實是Microsoft對玩家的Hello 可能我們學program 西亞圖的朋友 我們連自西亞圖 我們連自西亞圖 總部 總部 沒錯 那MailoSo總部 那MailoSo的總部 那MailoSo的總部 那MailoSo的POS位是怎樣的呢 剛才說了 正面就有一個3.0 一個配合制 後面就是這樣 都是很多散熱孔 大家看到你不懂的散熱孔在附近 那就有兩個3.0 RG45 八字電源線 HDMI2.1 還有它那個升級做SSD的保存 不過那個舊東西就是我們 Extension Extension Extension是SSD 但是那一塊就要獨立發售的 那就 普遍買買到的 要不要買的 還是要回到Gameport才有的 Sandish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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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的 CG出國的 CG出國嗎 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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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就是一片的SSD 插進去就即插即用 可能不需要大家拆機怎樣 壞處就是難入手一點點 這個Tower式的AFO也不錯 就是在下面抽氣的順滅 同時這部機也可以打橫擺放 主機的四個角度 大家都看到了 有四個薄滑圓膠 圓形的膠 然後對方位 要拍下 就已經是打橫擺了 是的 但我個人來說 我喜歡打直 打直 再可以 善用到一些空間多一點 但是因為很多人 其實家裡都是橫櫃的 可能玩開影音的 那些櫃 全部都還 機櫃 可能是放一個M 預打橫 你沒可能要這麼高 沒錯 橫有得直有得 就看自己 現在就開了 還有 還有 第三部機 這部真的要拿出來 第三部CVS 低配版的CVX 有什麼優處呢 便宜 價錢是2300元左右 貴一點 我記得是 530 530 530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可以就這樣跑到820Hz 不是1080或者2K 我記得應該大概是 去那邊 去那邊 好 好 那就是 退走 退走 退走去大哥 先 就這樣跑820Hz 未必一定要上到4K 可能說 你家裡本身用開一些 打機螢幕 或者 一些可能就是高插心率的電視 都可以用到的 不過留意這部就是沒有碟板 如果你可能說 我家裡有很多舊碟 可能未必會考慮到這裏 也許其他會出一部有碟板 有碟板 我相信 得到12GB 應該都一定要賣 其實我相信都不會有得到有碟板 玩遊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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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情況都是 都是 下載是最方便的 開了盒 跟剛才X就一模一樣 配件都在上面 手掣 剛才已經拋開過這部零碟板 配件都因為一模一樣 除了手掣 變得更好 單手掣 手掣比較白色 你看 跟剛才完全一模一樣 不論內外都是白色的 即是沒有製電 有黑色的 這樣 可以抽一部機 可以抽出來了 嘩 嘩 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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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過家的機頂盒 跟機頂盒差不多大 宣稱是最小的 這部 Microsoft 就說它是最小的 XBOX耳機 其實都不會騙到人 一定是最小的 是 他說得很漂亮 但是是怎樣 一開始看來像風扇 第一眼像來像風扇 其實它有一個 造型上的變根 因為 你們 或許可以幫我拿到 外面的白機 是 我們拿外面的白機 不是 XBOX那部 黑機 黑機 要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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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先說這部 這部就是CVS 定位 剛才也說了 它是主打平價的 一部XBOX 因為優點一 它真的很便宜 2,300元 其實你可以想想 有沒有兩個製拼來拼去 那部機 其實都是同一個特價 兩個製拼 對 對 完全 因為剛才也說過 2280 2280 定位主要是打給一些 可能你家裡未必會用到 4K 82Hz 那些玩家 其實價差一千多元 來做情況之下 多一個便宜一點的選擇 不過它的決點就是 一 它主打 下載遊戲為主 其餘之外 畫質方面會比較低一點 但是到底 可能跑同一隻遊戲 會不會有一些差距呢 就是要試 而且它是不支援Way Tracing的 不支援Way Tracing 如果你是很執著想看一些 射擊遊戲的 可能子彈彈 或者一些很強烈的反光效果 那就可能會比較沒有 2280和這個3880去比 就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為了打遊戲 真的未必很著意 4K82或者 8K 甚至 可能真的這部 我剛才說要拿到 OneX Bot OneX 來講 大家可以見 其實排在一起 大家有發覺 其實它一加四口 設計 一部都是X 一部都是S 但設計 有一些似 可能是其一我姐估 可能大家不想覺得 這兩部機的樣子太似 因為它散熱風扇有特意做一個控制強調它是怎樣的 不論是1X,1S,CVS,CVX 都是有去做某些位置強調它的機器 可能因為不想設計太統一了 太像樣了 所以它這次就有特意做這個黑色大風扇 我現在集齊了兩袋 高階和低階的主機 我們就可以排排站看尺寸 我覺得大家最想看應該是看後度的 因為我們剛才也說過 1S定位是超一階的1 低於1X的1S 定位是強於1X 但是差於CVX的S 我們說得很亂 你會不會重新再說一次 定位較低的是白色機 11代今代 但是這部CVS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不論是厚度 還是大小 都是小了一腳 但是你難以想像這部機的機能 是強於這一部和11代的大佬 現在CVSX就是大大佬 這個就是二樓 現在變成CVSX就是三樓 那是四大佬 我們可以排完一次 躺下給大家比較一下厚度 另外另一個變金位其實就是因為 這個屏幕也有 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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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它 CVSX和S的感覺 其實就好像一個 其實就是一個扁形的長方柱 以往大家熟悉的主機 都是長方形的設計 但這次Microsoft 其實CVSX就是一個再縮水的正方柱 吸管 機頂級設計 機頂級設計 對 看上去其實就是收藏方面 收藏方面比較好 但是你說這個 我比較擔心的就是 到底這部機器 它要走這個規模 在這個小機箱的情況下 會不會這個位置會爆熱呢 真的要試 真的要試 有些少擔心的 真的有試過 知道嗎 會不會是遊戲會自己轉換呢 應該會有 應該會有 但是小了真的很吸引 就是你知道 遊戲機量很大的 通常 CVS的白細機 那個散熱公司的封口 是 就是你講這個 我有同事 就是之前都試過機器 他說都很熱的 所以你擺的時候 上面留下一部的 對 上面不要擺到貼了 那暫時有沒有觀眾有什麼問題 有機器的貓走上去 有沒有什麼觀眾有什麼問題 可以瞞著我們先 現在現在 因為我們就 今次只能再開箱 我們完一台之後 我們就去試機了 我未播過 我未開過 真是驚喜色的 好像 兩部機的容量有多大 就是三部機應該說 Pay Station 8是1TB SSD 825 825 825 因為它只是自家825 超快SSD 825 825 之後這部CVS是512 512 之後CRAX是1TB 我們暫時都把這麼多袋 這五年內的Pay Station和Xbox都放在桌面 都是一個時代的一進 由我中學到我讀書到我上班 這個真的 五年內的 齊了 我自己都沒有看過 我們都放在這裡 白色的在我這邊 黑色的在我這邊 我穿白色衣服 黑色衣服 黑白隊 這麼巧 突然配合了 好 開箱到這裡 如果你想看這部主機 到底效能上有沒有什麼大躍震 或者是你到底會不會值得買 那就記得留意我們 有沒有覺得 接下來 今天星期尾 今天星期尾 的一些直播 或者一些 下個星期一的書 今次的開箱開來這裡 我是Lokman 我是Martin 我們Gadget Live第一集 我很多謝你們的支持 對 都辛苦了我們房間這麼多 我同時 慎容非常忙碌 好 我們去慶祝我們做到100集 那就準備去打機 準備去下個星期 準備去星期尾再繼續做 好 繼續做 好 那次直播到這裡 喜歡就like PCF 記得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都全部like了 那就開箱到這裡 拜拜 拜拜 三分鐘左右 三八號